巨大石碑, 竟然扭扭血筋 他們從何以來呢? 究竟是神物顯靈, 還是道聽逃雪呢? 解密燈洞, 流血神鬼馬上播出 相信大家都聽說過, 汗血補馬 據說這種馬不僅要跑得快 而且最大的特點就是, 跑完一段距離之後 身上流出好像血一樣的汗 而我們今天這個節目所說的一件神物 傳說中, 它也會流血 它就是一隻石龜 敏侯縣的青浦村, 位於福建省福州市的東南部 是一個有兩萬人口的龐大的村落 當抵達青浦村的時候, 我們還發現 關於流血的石龜的傳說, 的確在這裡流傳著 一個大杯, 一個大杯, 大杯下面一個大這個烏龜一堂 杯裡面還有有那個血溪吧 天苦好, 天病, 天氣病 天氣病啊, 天氣病啊, 天氣老是難 為什麼會流血什麼的, 你們都知道嗎? 不清楚嗎? 不清楚嗎? 你們不清楚嗎? 不清楚 我自己沒有親眼看過 我聽到以前我們男人家 三女人說, 傳說的 那麼這隻流血的神龜到底是怎樣的呢? 通過酒房, 我們了解到 石龜不是一隻獨立的石雕 而是一塊大杯的底座 龜和杯換成一體 成為青暴村口口相傳的神秘石雕 流血石龜放在寧濟宮 寧濟宮是敏侯院的一座大型的民間廟宇 進入寧濟宮的大門 右邊就是村民口中傳說的神奇石碑 這個就是那個石碑是吧? 對, 對, 對 看起來是一塊大的一塊碑 天氣病化的時候 他比如說下寡君大雨 特別夏天的時候 他們都會出巷 這塊因為天氣變化 而會出巷的石碑 給人的感覺就是高大而且很雲厚 無論是造型或者體積都非常罕見 而它的底座就是一隻大石龜 但是我們在現場仔細觀察後發現 不論石龜或者石碑 似乎都沒有任何流血的徵兆 那到底是甚麼回事呢? 它好像這裡一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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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裡面好像冷血 好像冷血一樣 一點一點的床部好像流出來的感覺 流出來的感覺 而且我們看現在好像沒怎麼流血 平常沒有 平常是不可以 天氣變化 村民跟我們講述 當年發現石龜流血時的場景 但是這些都說得活靈活現的神奇故事 跟我們親眼看到完全不同 那石龜流血究竟是否真實發生過呢? 還是只是一個民間傳說呢? 林鄉江 林鄉江 林鄭江 工管理委員會常務主任 在林鄭江 做了二十多年的他 也是一次偶然機會 見到石龜流血 偶然地步 還有大雷、閃電 這個只會發現 每年的三到五月 都是福建地區梅雨季節 就在連續下了幾十天的雨之後 在這一天上天開始好轉 還出了太陽 當大家都以為連續大雨 終於可以結束的時候 突然雷電交加 下了輕盤大雨 林鄉江擔心下了這麼多的雨 會影響了寺廟 就想著去看看吧 就在他不經意地經過石壁的時候 居然發現石龜身上 流出了紅色的液體 身上的水珠 我就說不好意思 有大火車 當時我就說 馬雅 馬雅又到了那邊的地方 又不好意思 又說有大火車 我很奇怪 為什麼水珠那邊有大火車 水珠那邊有大火車 水珠那邊有大火車 又看到都是紅色的 林鄉江被眼前的景象嚇呆了 起初他覺得自己一定是眼花 反覆嘗試過幾次之後 手中的紅色血精 都證明他看的一切並不是假象 這些令到林鄉江既驚恐又好奇 為什麼石龜會流血呢 做得很好奇 為什麼呢 我要給你家 團隊去給你家家 我看見 太多天了 老年來也有見過 他也有做這樣的事情 於是 林鄉江對這件事特別上心了 他注意到 平時當天裡有變化的時候 石壁上就出現了一些透明的水珠 但是石龜沒有什麼異常 這樣看來 那次見到石龜流血的現象 一定不同尋常了 這個不多 但是要氣候就喝 比如說現在秋雨 現在秋雨就好起來 這個要氣候變化 從哪這樣這樣 就很少見 很像這樣 雖然我們大概了解到 石龜可能會流血的時段和天氣 但是由於石龜流血的機率太低 很難說有固定的規律 而最令我們搞不清楚的是什麼呢 我們有一隻大石龜 究竟怎麼會流血呢 正如林鄉江之前所說 要想見到石龜流血 必須在天氣發生劇烈變化的時候 但即使有氣候差異的變化 都不一定會出現石龜流血的現象 雖然沒有親眼看到石龜流血的灑間 但是我們的記者 在石龜和石碑下源 有了驚人的發現 我總體檢查了一下這個石龜 它的表面並沒有任何液體的流出 但是我們可以清晰地看到 這個石龜的表面 確實還有很多像血絲一樣的 紅色的印記在 紅色的血絲 好像人的血管一樣 這些這麼清晰 好像血筋這樣的紋路 也還沒有野力的呢 我們這個 當時運來的時候 都是白衣無下的 沒有白的 都是白的 經過我們強海 爬上爬下 用手去摸 摸了我們手 說明我們 有的這個 夏季的時候 這個 落體 彈塔上面就五歲 說明說我們血 被它血進去 經過天殘的機會 要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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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要更多 林香江認為 這塊原來白衣無下的石碑 是因為它吸收了人體的血氣 所以就會佈滿 像血筋一樣的紅色紋路 林香江的解釋 真是聽到人家無骨悚言 但是他所說的 似乎又不是完全沒有道理 這塊石碑上面 確實只有人接觸的地方 才有血絲 在石碑高處看來 就見不到血絲 難道石碑附近的人 真的都被吸了血氣 才會令到原來白色的石碑上面 佈滿著血絲? 血絲的出現 和石碑的流血有什麼關聯呢? 是不是真的好像林香江所說的 石碑之所以會流血 是因為吸收了人的血氣呢? 然而通過仔細觀察 我們發現到 這些紅色的紋路 並沒有明顯的流動 石碑表面 布滿血絲的地方 亦相當光滑 但是石碑的碑體和石碑 又有不少地方 被挖出來圓形的洞 就連石碑的面部都是 那這些洞又怎麼造成的呢? 當時我們已經看到 我們這裡判斷的大物 我們當時老百姓 是認為這個是石碑 因為敏感 非常積極 要好奇 原來石碑上面 千瘡百孔的痕跡 是由於當年村民莫拜造成的 這個石碑有神奇鮮紅的血絲 又有神龜流血的詭異現場 因此石碑是村民眼中 成為一件有靈性的神物 很多人會偷偷來畫石碑 那這塊巨大石碑從何而來呢? 在石碑上面有很多模糊的碑紋 經過仔細辨認發現 整片石碑至少出現了四次浸 那難道石碑跟哪位皇帝有關? 石碑外圍這座古老的亭 它的造型結構很特別 碑亭的頂端 竟然是高規格的皇家園齡 才有的二重鹽的結構 但是來京師幾千里這麼遠的福建小山村 為何會出現皇家建築的形式呢? 原來這塊巨型的石碑是六百年前 明朝永樂皇帝遇刺的 我們可以看到 石碑上面寫著 為朕之功師之靈父 天衣妙藥 有起死回生之功的治癢 在1413年 身上的一個背倉 背倉很大 攻完裡面 整個玉衣束手舞車 舞車沒辦法 沒辦法生命屬於威 石碑上記載 生命屬於威 他現在還沒辦法 但現在現在存天下 現在存過了 這個草召求衣 反馬推出去 求衣 皇榜照視天下後 民間眾多醫師 若若欲視了 傳說當時福建敏侯院的一位 叫做曾承襄的大夫 用了當地一種草藥 將永樂皇帝的背倉 而犯好了 當時這個叫做曾承襄的大夫 頭腦反應很快 因為他祖傳就得這一種秘方 其他病他根本就不適醫的 如果繼續留在皇宮 就等於自尋死路 於是他就把功勞推給神靈身上 永樂皇帝 立即叫人在曾大夫的鄉下 修建了寧濟宮 而且還刺了一塊石碑鳥 曾剛,敏侯院博物館的管長 他從事文物研究工作幾十年 對寧濟宮裏面的裕碑 更加進行了多番的鑽研 他建築的構造、營造化石 是根據當時明帶公平的建築 建築的方法 所以有資格的價值 他雖然是明帶的東西 但是他以保證的了經時代 所以送到這種風格的營造化石 漁碑亭完全由木質結構組成的 木材商戶摺銜的地方 完全沒有用過一顆鐵釘 而在運用當時最先進的 斗拱穿插技術完成的 只是這樣一塊遇刺的石碑 才會顯得十分稀有罕見 在這樣一個並非發達的小山村裡 村民又將它作為神物來敬拜 一個是經過環境遇分的 他就比較有一點靈性 靈性我們有什麼事情去求他 一般的都可以達到這個問題 為了求得玉碑的庇佑 村民不僅劃作玉碑 最多的一種情況就是 用刀為了鏟掛下玉碑上面的粉末 作為一種藥方使用 探索的區域也不發達 醫學也不發達 另外這個是成屋 成屋的話 這個小孩 幹出人的自己 有很多瘦精 還有花枷霜 掛一些粉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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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把它放在開水裡面 自從玉碑來到村裡面 關於玉碑的傳奇 就一代一代傳承下來了 600年後的人 仍然相信這塊玉碑上面的粉末 可以被剛出生的小孩壓驚 退燒 甚至是自己餵養家禽 加速病了 都用神碑的粉末來醫治 在山邊的時候 把這個粉末拿去吃 吃的就會好 小玉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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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會多一點 一點才好 那這塊石碑引發的奇遇現象 究竟又是甚麼回事呢 2010年11月 曾江去了南京 故意去了寧濟宮玉碑的出產地 去尋找關於玉碑種種傳說背後的真相 我們這塊也就是玉碑 也就是玉碑的玉碑 食材也是取成玉碑 通過酒房 曾江發現當地的名孝寧 中山門等地方 都存在和寧濟宮玉碑相同的流血現象 這個就是南京古城牌的 這個沒有路上 他家兩邊沒有給人家採的 很少採的 少採的 它就不會光環 光著就不大光亮 所以說紋路就看不出來 它中間這一塊 每人採無能夠亮 它就看不出來 在這個紋路 你們就可以看到這個紋脈 有青黃色的 有白的 也有那個 在這些古老建築景區裡面 曾江不僅發現了 和玉碑有相同現象的岩石 還發現了它們發生的流血現象的規律 同樣一塊石頭 它前面有經過流一支材 腳一支材 它就很光環 我都看了 那旁邊 靠旁邊 它沒有經過材 根據玉碑原產地石材的研究 曾江判斷 玉碑本身就是石灰岩 那為什麼石灰岩玉碑 跟我們平時看到的不同呢 而且還佈滿紅色的血筋呢 本身就有色的 它肌色就有一點偏伏 偏伏 但是在裡面的筋脈 它紅得更有一點偏伏 深紅之下 看上去更明顯 但是這個石頭 如果沒有痕跡地 經過拋光標準 或者沒有冷革一直採摩網 它你就不容易看出來 所以你經過的 杯也一杯子 它因為特別是 傲座上 人家看過去 那個血絲脈很明顯 你在杯的上端 你就看不出來 杯的下端 你也可以看出來一點 為什麼 經過冷革 一直觸觸觸觸觸 因為師父一眼 經過觸觸觸 慢慢的 它就會慢慢的拋光 原來這種石灰岩中 本身就存在了紅色的紋絡 當人用手不斷地磨它的時候 就起了拋光的作用 因此紅色的紋絡 就會慢慢清晰起來 既然紅色的血根 並不是吸收了人的血氣 這樣食肥流血 又是怎麼回事呢 我們藍光沒有其中 都是沒有年齡 一來一個星期十來天 地下草濕 草濕的時候 它因為為什麼 它這個石頭上面 它就有一點 被漢族一樣的東西 但我們從視覺上看過去 那些在裡面的石頭裡面的紋 好像是浮在前面的 變成立體的 它感覺到有點像水一樣的 所以這種人家錯綜 所以不是真正的它會 至於當地不少村民 掛石壁上面的粉會來治病 那這種做法 又有沒有科學根據呢 它石灰岩裡面還有石灰 它特別阻擋什麼東西卸了 它石灰也可以起殺蟲的作用 所以它真的會起一定的效果 有一定的效果 但是這裡要衡量 各方面實際的都有關系 至於為什麼當地村民 會信奉這塊石壁呢 曾光都作出了相應的解釋 因為像民進軍預備時 至於我們查的資料 在福建城只有這麼一塊 曾光再加上對民進軍的道教文化的信念 隨著它再添加進去 傳說得更辛苦 那人呢 往往對未知的事物充滿了敬畏 甚至還會不自覺地呼籲他們的神話的色彩 這樣就可以令到孤兔的歷史故事更加生動了 但是我們終歸要明白 這些看起來神奇的現象背後